三年前,亚历山德罗·卢卡雷利要自掏腰包,为帕尔玛购买医疗用品、饮用水,保证球队能按时支付洗衣费。 他不是装备管理员、队一,也不是热情的支援者,他是帕尔玛的队长,当时俱乐部的债务超过2.18亿欧元,其中6300万是拖欠的工资,破产倒闭几乎不可避免,那个赛季,我不仅仅是一个球员,在场下,我还要代表球队前往市政厅出席听证会。 卢卡雷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债务不仅仅包括球员和教练的薪资,还有其他员工们的费用,他们都有家庭要赡养。 当我们得知帕尔玛破产已成定局,意大利足球联盟决定给予球员一部分金钱补偿。 但我们一致同意用这笔钱来支付俱乐部员工的工资,再补贴俱乐部的运转,体恤工作人员之余,卢卡雷利还必须让球员们保持积极性,哪怕俱乐部已经掏不起塔尔迪尼球场灯光的电费,场地工作人员的人工费和救护车的租赁费。 球员们甚至要自己动手洗衣服,我们每个周末还有比赛,每场比赛之前,我都说,进入球场,为十字军的荣誉而战,我们希望尽快结束这个赛季,然后得到市政厅或者意大利足协的挽救。 无奈,在2015年3月,他们被宣布破产,一天之后的新闻发布会,卢卡雷利悲愤地衬到,意大利足协的高层们仅仅是从他们的扶手以上起身,站过来,围观怕尔玛的悲剧而已。 而主帅多纳多尼更是形容,我们就像沙漠中心任由豺狼和突揪盘旋环绕的将死之躯。 2013-14赛季,帕尔玛排名联赛第6,按照这个成绩,他们原本可以进入欧联杯,然而因为拿不出区区30万元的保证金,帕尔玛欧联资格被都领取代,他们也濒离破产边缘。 在接下来的2014-15赛季,情况更加恶化,穷坤潦倒的帕尔玛的境遇让所有喜欢足球的人心寒,主帅多纳多尼不但不领工资,还自掏腰包赞助球队,他在更衣时的座椅被拍卖2000欧元,帕尔玛的球队大巴所有全被收回,价值50万欧元的医疗设备,健身器材也被没收,训练场几乎连一件家具都不剩, 俱乐部甚至穷的无力支付,保洁员清洗球衣的费用,水电费,青年队的小球员只能洗冷水澡,并因此生病,警方以洗钱罪名,逮捕大骗子满难地之后,球队也宣布了破产,如果没有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接手,帕尔玛只能松直业联赛消失,坠入业余联赛, 卢卡雷利只能带球队在最后时刻用低平纳布勒斯,战胜尤伦图斯这样的悲壮维护着球队的尊严,赛季结束时,俱乐部进行了历史上的第四次更名,帕尔玛足球 1913,卢卡雷利回忆说,当帕尔玛面临破产的时候,对俱乐部和我来说都是最糟糕的一天,十年前我决定加入帕尔玛,这座城市和这家俱乐,不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,我是队长,我决定留下来帮助新球队,从第四级别从头开始, 那个赛季,卢卡雷利被拖欠近一百万欧元工资,他不但放弃了自己的工资,还动用积蓄让球员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,在赛季结束后,所有球员都成为了自由球员,只有这位38岁的队长义无反顾的选择留下,随帕尔玛从一甲直接坠入业余联赛,他要用实际行动,传递帕尔玛复兴的火种, 他不得不适应,意大利的第四级别草根足球,我接触到了地区联赛,我踢得很开心,他说,我们所有的对手都竭尽全力对付我们,对于当地球迷来说,与帕尔玛的交手就像一个节日和一个大party,有一回,帕尔玛前往佛罗伦萨大区的圣洛伦左阵踢克场,比赛前,球场上一场拖拉机表演秀,这是非常神奇的,卢卡雷利说, 还有一场课场比赛,是在一个摇摇晃晃的场地上进行的,那是在威尼斯附近的基奥甲,比赛中,我们不慎大脚解雷,把球踢到了海里,只见一位男士划着船去海里捡球,卢卡雷利一直踢到了今年5月才退役,他带领帕尔玛实现了前五古人的三连跳虫反应甲,那时,距离他的41岁生日只有几周时间, 昨天,昨晚,帕尔玛在著名的塔尔迪尼球场,迎接C罗和他的尤文图斯队,这样的场面是卢卡雷利三年前不敢想象的,你疯了吗?我从来没有想过帕尔玛,会在三年内回到一甲,他说,从尔利到不获,从一甲到业余再到一甲,卢卡雷利用十年的坚守,把自己的名字,和帕尔玛画上了等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